大家好,又是我二世祖和大家分享的时间,我有位朋友他在澳洲的,叫做Idy,他就问我,二世祖,为什么你这么少放一些片子上youtube,以后都再不放片子上去,我说不是,只不过我稍微忙一点,我都会继续将一些我所见所闻,又或者一些我所认识的事物, 放上youtube和大家分享的,最近我相信大家在电视新闻上面,都会见到很多时候一些地产的从业员,在一些新的楼盘里面大打出手,其实呢,这些情况合不合理呢,又或者最近我们在电视东张西望,都曾经介绍过,就有很多地产公司, 就是放一些假的楼盘,假的广告,当你打电话上去问他的时候呢,他就说,对不起了,这个单位已经是买出,又说,这个单位已经租出, 其实呢,大家知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犯法的呢? 今天呢,我就会准备和大家呢,很简单地介绍一下三个行业的,第一个当然就是正如我所提过的地产,第二个行业呢,就是保险业了,第三个行业就是旅游业, 不说大家都可能不知道,在大概三十多年前呢,我还记得呢,有一句说话的,就是说什么呢? 读书不成呢?不是很识字呢?或者是一些呢,司拉呀,大审呀,做些什么好呢?就是做保险,地产,和旅游, 另外我提到,司拉,不是说我看少女性,或者我是看不起家庭主妇,但是事实上呢,当年三十几年前呢, 个个呢,清夫结了婚的家庭主妇,都叫做司拉的,所以千万不要误会,我绝对不是看不起那些女士, 相反来说呢,我觉得呢,现在在香港的女士呢,比我们的男士呢,的能力更高, 为什么呢?放了工回去,还要煮饭,照顾家庭,老公通常呢,放了回家呢,就只是坐在那儿,好像大爷那样,你说有多少个,好像我二世祖那样, 放了工都会回去煮一下饭,或者煮一下菜,剩下几尾好吃的给女士, 但是时至今天呢,地产,保险,旅游,这三个行业,其实呢,地产业,保险业呢,已经上了轨道, 而且呢,在社会的地位呢,都远远是高于旅游业的, 做着旅游从业员的朋友呢,就千万不要介意我这么说,我只是说一个实际情况而已, 甚至乎我认识很多从事旅游业的朋友都说,今时今日,他们的服务,他们的时间,是不受到尊重的, 为什么呢,其实可以看回,就是保险,地产和旅游业,这三个行业, 独独只有地产和保险业,他们是成立了一个监管局,去监管他们的会员, 不讲大家可能都不知道,这三个行业呢,最先成立了监管局的呢,就是地产界了, 在1997年的11月1号呢,就成立了地产监管局,那位主席的任期呢,就为期是五年的, 即是说呢,是去到2003年的10月31号,那至于保险业呢,就是在2015年的12月28日呢, 就成立了保险业监管局,那委任了呢,就是郑慕智博士呢,就是为第一届的主席,那在下面呢, 还有七位的委员,那郑慕智博士的任期,和这七位委员的任期呢,就是为期三年, 那换言之呢,就去到2018年的10月27号,讲到旅游业,到今时今日,都还未成立这个旅游业的监管局, 那至于什么时候才会成立呢,讲就讲了很久了,但是暂时呢,都还未有任何消息, 那听闻呢,就要经过立法会去审批,那程序上呢,我相信都要几年的时间, 那至于成立旅游业监管局,好还是不好呢,就见仁见智了, 我知道很多旅游业的老板呢,他们都不是很赞食的,那在他们的看法就是, 可能我们过往的政府做的事呢,他不理就好些,越理就越和, 那但是,是不是呢?不知道,我们不如拭目以待吧! 好了,那今天呢,我就跟大家分享着这么多先,晚一点呢, 我再跟大家呢,分享我的所见所闻,我二世做呢,不厉害,好就好在呢,我多朋友, 我从事不同行业的朋友呢,是非常之多的,那所以呢,都听了不少的一些小道消息, 那我迟些小道就会和大家再分享啦! 那我迟些小道就会和大家再分享啦! 继续